上市公司普风预计要在花莲新建6座的养机场 消息一出来之后引发居民的反弹 从5月开始大大小小的抗争不断 6月5号普风突然宣告 因为取得共事即日起暂停 只不过许多的居民依旧不买单 认为只是缓兵之计而已 如果不撤照 未来不排除有更大的抗争 而光复乡的马佛部落 在19号的上午召集了 马佛部落传统领袖陈荣德 部落会议主席继自救会的会长谢欣福 共同的带领族人以及年龄阶层青年 搭建了守护部落瞭望台 坚定的重生捍卫家园 拒绝污染 誓言捍卫部落祖传领域与优质的农地 也要求捕风撤销所有在花莲社养机场的计划 同时呼吁花莲县政府 要落实在原住民族土地进行开发 必须对土地的主人进行事先的咨询 以及同意的程序 首举副条高喊口号 马佛部落传统领袖陈荣德 部落会议主席及自救会会长谢欣福 共同带领族人以及年龄阶层青年搭建 守护部落瞭望台 坚定重生捍卫家园拒绝污染 汉卫家园 汉卫家园 季节无能 汉卫家园 以后有什么很大的那些捕风的啦 或是养牛的养猪的还有新木业的 他们要来进来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还有这个部落的会议 你要吃伤还是怎么样 都要经过我们部落 要不然你这样子直接来 到我们部落里面 把我们这边最好的祖先留下来的土地给我们 让他们来招他 上市公司捕风 预计要在花莲行建六座养鸡场 消息一出引发居民反弹 从5月开始大大小小抗争不断 6月5号捕风突然宣告暂停计划 不过马伯部落传统领袖陈荣德 部落会议主席自救会会长谢欣福 19号上午共同带领族人搭建了守护部落的廖望台 来表达我们才是这片土地主人守护土地的姓神 坚定重生捍卫家园拒绝污染 誓言捍卫部落祖传领域以及优质农地 要求捕风撤销所有在花莲设养鸡场的计划 同时也呼吁花莲先政府要落实在地原住民族土地进行开发 必须对土地的主人进行事先的资商同意的程序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